Hello 大家好 我們再次回到這個上古卷走昂賴 今天要教的DLC副本是暗影搖籃 那這個副本呢 其實算是考驗坦克的拉怪方式 首先呢 我們來講小怪的部分 小怪的部分呢 要重點的其實沒有太多啦 就只要是如果打到類似有看到雕像圖騰的 就趕快把他優先打掉就好了 然後後面會遇到一些比較巨型的怪 就是比較硬的 那個就是坦克拉柱 然後大家先打那種軟的 先打一打 再慢慢的留最後一個打硬的 就這樣 你覺得你不擅長了 跟鎖子一樣嗎 從旁邊的地方 從旁邊的地方 接下來我們來講第一隻王的打法 第一隻王的打法很容易 路上我們會遇到火堆都會去點燃 沒有點燃的話會有debuff 然後速度會變慢 然後你必須點燃火堆你才可以恢復狀態 那打一王跟二王都差不多是一樣的意思 注意要點其實沒有什麼特別注意的 就是有什麼招就閃 然後王可以打斷技的時候就是幫忙打斷 然後就要注意就是坦克要把王拉在火堆裡面 我們簡稱火堆就是光圈好了 坦克要拉到光圈裡面去打王才會痛 包括那些小蜘蛛也是一樣 那這個光圈到一段時間它會熄掉 熄掉之後呢 甚至要反應快一點 就到下一個光圈的地方把它點燃 然後再把王拉過去 就這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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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OK 接下來我們來講第二隻王怎麼打 第二隻王就是像我們剛剛說的 跟第一隻王差不多一樣 只是第二隻王他的範圍機會比較快 所以說玩家要反應的快一點 然後一樣就是拉在光圈裡面打 然後這個光圈一開始我們進場 他會有很多都是點燃的 玩家要注意喔 隨時都要去 把他再次點燃 就是洗掉的時候 他CD結束之後就要趕快就去點燃 因為這個王打到一定的程度 他會馬上瞬移 然後瞬移到另外一邊的時候 他就會做一個施法的動作 我們要趕快去打斷 不打斷的話 他會進行一個 不知道是怎樣 就應該是很大傷害的東西 在這裏的人 想不要把她都要喊 劍掉 流暢的 是 都是 有雙的 是 在這裏的人 劍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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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製那时他只要有一个飞动作的时候 不管谁先中招 其他的人的下一个反应就是立马格挡 要格挡住 稔eee 的傷害算是 會不會很痛我忘了 反正就是你們只要 一發現的時候就趕快做一個 格擋的動作 然後王的範圍技 記得躲他會 丟出好像類似 血池的東西 然後他一段時間會 招出幾個 紅紅的 分身玩家只要去 分開來 去打一打 然後打一打之後他會有一個 光圈不是光圈一個光球 那個光球要不要去吃 我不知道 基本上應該是不用吃 打一打之後呢 王就沒有無敵了就可以繼續打王了 王無敵沒的時候他就會 之後就會造出兩個小兵 好像是來替他治療 反應快一點去把打斷 就好了 在打尾王之前啊 玩家會去拿到那個 火炬這個東西 他這個原理就像是光圈的原理一樣 那這個就是在打尾王的地方是蠻重要的部分 OK 那我們來講一下尾王怎麼打 尾王好像就是 有什麼招就閃什麼招啦 有沒有需要打斷我不知道 要的話就記得打斷 然後記得他會招那個 毒球 會滾來滾去的 記得盡量避開 能避開就避開 要不然碰到的話會製造一個大傷害 那打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王會把你們抓去 抓去 那一個空間 就是傳送出去 那傳送出去過去當中呢 你就會發現應該會分兩隊 那你下去之後會 發現一個隊友會有一個光圈 那你就另外一個隊友就趕快過去 過去之後呢 另外一個隊友也要記得等 不要讓他放在那邊 外面吃debuff 要讓他在光圈裡面 然後走陷阱的時候要注意 那個陷阱啊 就紅的代表 是危險 沒有紅的代表那個陷阱是沒的 就可以直接走過去 王好像還有一段時間他會 就是場面會變得很大的 很大的洪 然後他有一個 會蹦出遁地的 那個石頭 那個我是閃不過 但是我建議玩家就是說 在那個時候 玩家就站好 分餐站位 然後 格擋應該可以擋得 擋得掉那個的能力 就是不會那麼 那麼痛 一起刮車 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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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能在撲完 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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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用武武武 走 哈哈哈哈 往下 我找到一件事 我找到一件事 I love playing hard to h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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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